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印度 你说印度那可真是一个奇葩的国家 20年以来以平均6.25%的GDP增速迅速崛起 先后超过了韩国、加拿大、意大利法 英国成为了世界第五大经济 摩根士丹利预测 他会在未来的五年之内迅速超过德国和日本 成为世界的第三大经济体 印度的两大富豪也是轮番坐镇亚洲首富 科技独角兽也是一个接一个的往外蹦 苹果也刚刚说要把25%的那个iPhone产能转移到印度 你说印度这是不是一路崛起 可同时呢 它有10%的人口处于极度贫困 很多人依然坚持露天上厕所 梦买最大的洗衣厂依然坚持着人工手洗 同时印度也腐败横行 那你说这个印度它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它这个经济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 其实咱废话少说 赶紧来看看印度这个奇葩的国家 其实啊18世纪之前印度的经济还是挺猛的 这个IMF对历史上各大经济体占全球经济总量的一个大概估算 当然历史上的数据肯定不是很准确的 咱就看看大概 看美国从20世纪开始崛起 占世界经济总量的40% 中国呢从2000年初开始发力 而印度呢18世纪之前 印度经济是那么的壮大 基本上和中国各占全球经济的三分之一 那你说它后来怎么就不行了呢 一方面啊 确实是欧洲的工业革命 让西方的是整个生产力都指数级的上升 但是对于印来讲 更为致命的是 就是英国人他找上门来了 咱都听说过两个两大东印的公司 荷兰东印的公司和博列丁一东印的公司 早一点啊 荷兰这个其实还好 你别看它叫东印的公司 其实它主要覆盖的是东亚和东南亚 印度的影响呢就还好 但是后面这个布列丁动印的公司呢 可就慢慢从贸易转换成英国对印度的殖民了 英国本土那边如火如荼的工业革命 像什么香料原材料纺织品这些 直接从印度好 印度呢一边从农业纺织 像什么工业科技啊 这边就一点也没有发展 一个这段时间呢 人均GDP 英国呢可以说是秃秃秃的往上窜 而印度就一直趴在那里没有变 等二代结束以后呢 英国人走了印度也终于独立了 可是你看它的GDP呢 已经从当年的全球25%降到了2% 就可以说啊 这两百年的殖民统治 确实是对印度的经济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英国人终于走了之后呢 印度人一看总算走了 你说我被骑在博士上压制了两百多年 我可算是领教了什么叫做英国式的自由贸易 这回我就把自己保护起来严格控制 像什么工业银行全部由政府监管 经济上呢 基本上也全面接受了前苏联那种净化经济模式 几乎也不接受任何外部投资 而且哈 他们还衍生出了一个自己的要许可证制度 注意啊 这个制度很关键 简单来说 就是大部分的企业 你不管想干点什么 你都得找政府去申请个许可 你要是想做生意 那你首先得找政府七八十个部门 各种备案 审批 花大量的精力去打通各种关系 才有可能拿到这个许可证 而一旦你拿到这个许可证 那就相当于进了保险箱了 那你就爽了 结果呢 就是印度经济虽然也在发展 但是很慢 到了1991年 印度经济一个重大的转折 印度经济本来就在泥硬当中前行 这时候呢 又给他来了当头一棒 他对贸易的最大客户 前苏联解体了 同时呢 又爆发了海湾战争 油价也突飞猛涨 你看一边呢 大客户美 东西呢 卖不出去 也赚不着钱 另一边呢 能源进口的价格又贵了一大截 这就让印度政府的资金现金流 非常的紧张 甚至都面临着国债违约的风险 最后啊 毕得印政府不得不伸手 向世界货币基金组织 借了18亿美元的贷款 财算车路过了这个坎 不过哈 MOF可不是什么随便的人 那可不是随随便便给你贷款的呀 这个贷款是有条件的 钱我借你可以 但是你必须马上给我全面整干 又爱西方的那一套 给我搞经济自由 就这样 印度就被半推半就着 进行了全面的经济改革 什么降低关税啊 贸易自由化啊 能开的都给我开 对外投资啊 能开放的都给我开放 虽然他没有开放的车 特别彻底 但总算走向了市场经济 印度的发展也就走上了快车岛 1995年到2008年 印度出口平均每年增速超过43% 全球第三 仅次于中国和越南 整体GDP以平均每年5.5%的速度 稳步上升 达到了世界第五 到这我插一嘴哈 就印度这个经济数据呢 它很有可能有一定的水分 所以大家心里有点数 印度的崛起当中啊 有一个印度的产业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且它也非常的具有印度特色 那就是外包 可以说啊 印度的外包是妥妥的世界之王 占到了全球一半以上的外包业务 几乎美国所有大型科技公司 什么谷歌 亚马逊 英特尔 苹果 IBM 全都把自己的一部分业务 外包到了印度 那你说这些大企业 为什么都纷纷选择外包给印度呢 我觉得这里边主要有三大原因 首先是人力成本 就是便宜嘛 你比如说一个印度老哥 手底下管着十几号人 是个非常资深的工程师 他一年的工资 也就一万多美元 听说这个职位放在美国 你敢想嘛 那纽约最低工资一年都得三万美元 你要是老板 你怎么选吧 不光是这些传统的大 就像最近很火的OpenAI 他不是要训练Chatt GDP吗 这里有需要人工反馈 那就需要大量的人力成本 他们就跑到印度去找印度老哥 给他们反馈 一个小时只需付不到200元的报 但是你说物价低的国家多了去了 他怎么不外包给越南老国呀 那这就说到印度的第二个优势了 就是他有大量的信息技术人才 印度人啊 他不知道为什么 就特别重视理工科的教育 很多家长都会觉得 你培养一个孩子最重要的目标 他就是把他培养成一个理工科人才 或者是一个编程人才 所以在印度教育体系里面 这个理工科方面的实力就很强 别的不说 现在全球多少顶尖的公司CEO 都变成了印度人 谷歌的CEO 微软的CEO 还有刚刚被马斯克干下去的 推特的CEO 都是印度人 而且他们不光是印度人 都是在印度北土上完大学以后 才去的美国 你要靠信在硅谷那些科技公司里头 大约有四分之一的印度人在搞 可见他们理工科的教育 还是挺有两把刀子的 而且印度这最后一个优势 就这得感谢英国的殖民了 就是他们说英语 虽然说印度实际上只有 10%到20%的人 受过良好的教育 才会说英语 但你想那是将近三亿人 你单领出来 能排到全球人口的第四大国了 所以印度就几乎成为了 全球的呼叫中心 和技术支持中心 就比如说我们在海外的购物网站 还有航空公司打客服电话 电话那头都会操出一口 非常浓郁的 那你这么一看 印度这么多人英语这么好 又有理工科背景 劳动力还便宜 无可厚非的就成为了 全球的外包中心 2019年 外包走出入就达到700多亿美元 还有个统计说是1000多亿美元 反正大概就是这么个数量 那是相当庞大的 好刚才一顿猛吹了一趟 印度的经济发展这么的快 这么的猛 那你看这个样子 不是纷纷柔之后 就要记美国中国之后 成为世界第三股力量了吗 你看他经济体量这么大 最直观的原因吧 就是他人多对吧 咱刚才不是说了吗 他其实已经是世界第一大 人口大 而且可能持续涨到20 人多力量大 可是你要换算成人均 2021年印度人均GDP 是2250美金 而美国呢是7万 还不到美国的三十分之一 当然你要他跟美国比 那可以有点欺负他 咱跟中国比一比 那可能跟中国比也有点欺负他了 那咱看越南 你要说跟越南比欺负他了 那咱就跟他旁边的孟加拉比 本来是领先 但是这两年也被抄了 还不幸咱就跟边上的缅甸比 但不管怎么说 印度这个人口发动机 真的是让大部分国家都非常的羡慕 关键是什么 他们的人口不光是多 而且结构还非常的好 就跟咱中国比一比 你会发现老人非常的少 年轻人跟小孩非常的多 印度的人口中位数是27.6岁 也就是说一半以上的人口 在28岁以下 相比之下 中国和美国中位数 大概是38岁左右 法国是42岁 韩国是43岁 日本是48.4岁 这么大的人口红利 那得多大的优势呀 可是奇怪的是 印度不光没有鼓励生育 而且一直在搞计划生育 就鼓励大家少生优生 少生晚生 别的国家都求之不得的人口 到印度那儿 还一个阶段的被嫌弃 你说为什么 印度现在面临的问题 就是他这么多的人口 但是没有地用 他生产不了那么多的就业岗位 这样的话 多生一个人 他就不会多一个劳动力 但是会多一张嘴 一份累赘 因为他没活干 找不着工作 其实印度呢 千人洗衣厂 就从侧面印证了这一点 你说洗衣厂换个洗衣机 它不香吗 对吧 印度再落后换个洗衣机 应该还是挺轻松的 可实际上呢 就是因为他人力成本太低了 低到供用人手洗都比洗衣机便宜 这个现象反过来说明什么呢 说明这些人愿意接受这么低的工资去洗衣服 他们也找不到更好的工作 那咱们来看一看 印度的经济到底是什么 到底有什么问题 为什么产生不了这么多的就业岗位呢 咱现在就要慢慢深入聊一聊 印度经济的底层问题 我总结了大概有三个问题 首先啊 就是印度的经济结构问题 它其实并不是说没有足够的工作岗位 像洗衣这种岗位就还是有的 只是说它没有很多高质量的高生产力的岗位 我们可以简单的分为农业工业和服务业 印度早期被英国殖民的时候 主要就是以农业为主 后来独立的呢 政府也想着大力发展一下工业 可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它把那个核心的产业都攥在自己手里 搞垄断 还有那个许可证 总之啊 就是没有市场竞争 所以工业整体呢 就比较拉胯 好不容易开始经济改革了 印度就成为了全球的电话中心 IT服务业开始迅猛发展 比例占到56% 这听起来比例挺高的 你光看这个比例 你就感觉印度都赶上那些发达国家了 但它的实际发展中 实际上它跳步了 你工业还没发展好 你就去搞服务业了 那有人就说 你看印度的两大富豪 阿拉尼和跟阿巴尼 轮流坐庄 十年亚洲首富 这都是实业巨头 那你说印度的工业不是挺好的吗 但实际上它俩 实际上大部分都是垄断 而且跟政府的关系呢 还勾连不清 这反倒是一种不发达的表现 尤其这个阿达尼 去年财富增长最快 一下攀升到全球第二 结果今年又爆雷 被做工就够做工 成了跌子最快的人 为了解决印度制造业弱的问题 印度政府就在2014年 搞了一个印度制造计划 Making India 通过各种政府补贴 政府扶持 力图把印度打造成世界的新工厂 毕竟印度的人力成本低 就吸引了大量的企业来印度设厂 比如说像汽车行业 通用 奇亚都投资超过了10亿美金 你像电子企业就更多了 什么富士康 苹果 核硕 华为 高通 三星 微博 小米 全在印度建成 不过就目前来看 虽然印度政府换了这么的力度 吸引来了这么多的企业建成 但总体效果平平 你看这个是印度制造业占GDP的比重 本来印度政府是想在2025年 把这个比例提高到20% 但现在不降反升 从17还掉到了14 虚果证制度 不光是说带来工业薄弱的问题 更主要的深层次的 不好解决的是 它的官僚主义 就是腐败的问题 这也是印度的第二大问题 还有不光说是政府腐败 而且整个经济体的运行效率 也非常的不好 在印度 你不管什么 小孩上病看学 你要做个项目 你就办点事 都得上下打点一发 就行 你想考考驾照 都得拿钱摆平 有60%的人 不参加考试 就能拿到驾照 什么规章制度 法律都很多 但都是装装样子 你就得深刻的领会到 什么叫做事在人为 你就走关系 据国际透明组织2020年的报道 在过去的一年 和政府打交道的印度人里边 39%都进行过贿赂 这个比例在亚洲是最高的 也正是因为这些条条框框 所以你要想在印度合法合规的建个公司 是非常麻烦的 所以在印度 只有10%的人 在正规公司工作 剩下的90% 也就是绝大多数的人 那公司也没注射 也不受劳动法的保护 也不交税 你说一般经济当中 要是做点小买卖 不注册也就算了 但在印度90%的人 都是非正规经济 这就很糟糕 而且还催生出了庞大的地下经济 于是印度政府 就为了打击这些地下黑钱 同时也检查那些偷水漏树的人 憋了一个大招 2016年11月8日 印度政府突然宣布 全国所有500和1000印度卢比的纸币 就将会在几个小时之内 全部作废变成废纸 要知道哈 500和1000的纸币 在日常交易中占了86% 它给大家留了一个月的窗口期 你可以拿这些钱 去银行换成新钱 但是如果这钱里边 只要有莫名其妙的大量纸币 那你就得解释解释了 那你说大家手里这么多纸币 那就别上班 也别干活 都去银行排队得了 银行也没法一时半会 拿出这么多的新纸币 来满足民众的需求 于是就导致了全国人民大排队 整个印度就遭受了严重的扰乱 更倒霉的是 这些黑钱也没抓着 印度政府成功的收回了99.3%的纸币 不过这种操作倒有个附带的好处 就是它成功推动了印度电子支付的补给 毕竟很多人害怕 印度政府什么时候再搞这么一波 那我还是拿手机扫码 印度发展的第三个问题 其实也比较孤立 属于印度一个社会习俗 那就是它的种性制度 没错 咱聊印度怎么能不说种性制度 其实简单来说 就是印度那边传统文化里边 它把印度人分为四类 在这四类之外 或者说这四类人之下 它叫贱民 然后每个种性都有它对应的职业 比如说婆罗门主要就是祭司 圣地利主要就是战士和统治者 而贱民基本上就只能去做说通下属 清理街道这些比较低下的工作 也不能接受教育 不同种性之间基本上也不能通婚 这套抵制在印度已经实行了上千年 在英国殖民的时候 甚至直接把它写到宪法里 毕竟这样方便他们管理 你想奔好集之后 我们就直接管理最上等婆罗门 就省事了 虽说印度之后废除了这套种性制度 但其实其已经根深蒂固到大家的脑子里去 不同种性之间甚至没法做朋友 像那种高收入的工作都有一种隐形的筛选 那结婚什么的就更不用说了 直到现在 印度只有5%的跨种性婚姻 你就可以想象这个制度的影响力有多大 当然宗教文化咱就不深聊了 但是你从经济学角度来讲 你直接把伊德伦人呱呱呱呱 切成了四份 然后去管理 这肯定影响效率 政府为了消除这种根深蒂固的文化影响 就比如说学校招生 企业雇员的时候就有指标 就是你必须雇佣低种性的人达到一定的比例 但是现在就不同种性之间的教育水平 贫富差距还是有非常明显的区别 就咱们提到这三个问题 就导致了印度没有办法提供足够多的岗位 来供给这些快速增长的人口 这又导致了他经常会提到一个现象 那就是贫富差距 你就只管想 他的人均GDP都低成这个样子了 但是他一直连续做亚洲首富 甚至一度冲到了全球第二 一个城市里边就一届之隔 另一边最底层的贫民库 那他贫富差距大到什么程度呢 这估计是全球贫富差距 最严重的几个国家之一了 咱还是拿点数据啊 我比较仔细地看了 世界不平等报告2022年版 让我比较惊讶的是 印度虽然贫富差距大 比如说最有钱的10%的人 拥有了全国65%的财富 而已层的50%却只有 全国财富的5.9% 看着挺严重的是吧 说实话呢 其他国家跟印度比 他也没强到哪里去 你看美国 他10%的人拥有70.7%的财富 像什么智利 墨西哥 南非这些都达到了80% 你要说东方某大国 那就 印度的贫富差距 也不能说它不大 但它没有那么突出 可实际上呢 要是同时在印度和美国 都生活过的人 他就会有感觉 印度的贫富差距 要比欧美这些发达国家高得多 其实吧 这个主要原因是 印度底层的人 他实在太穷了 联合国把每天 收入3.65美元以下的人 划分为贫困人口 印度在2019年的时候 还有45%的人 处于贫困人口 那就将近一半6亿多人 所以你要看印度和美国 就是财富分配比例来看 可能差不多 但你要看实际的生活水平呢 印度的贫富差距就是巨大的 每年都有250万人被活活饿死 不过我说回来 就印度其实已经非常快改变这件事了 从2004年极度贫困人口有40% 到2019年 这个数字已经降到10% 也就是说成功的帮助3亿人脱贫 从这个角度来看 其实他也挺成功的 至少向好的方面一步步的发展 咱们来总结一下 印度在1991年经济改革之后 一是因为它确实底子比较薄 发展空间大 同时因为它的外包业务 使得印度迅速发展 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 可同时因为印度早期的 虚核症制度 导致它工业发展落后 腐败严重 再加上种性制度的影响 使得印度无法创造出足够多的工作岗位 来满足它源源不断的人口 最终导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拧巴的印度 就是整体经济高速发展 但是底层的人民呢 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在这个拧行的方式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